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在立法院外的近南路上 虽然细雨纷飞 但这并未交习数千名民众的热情 他们集结在这个地方声援528清了行动 呼吁国会正式民意 维护民主精神 而在雨中 他们坚守的容颜 齐心声援的呼喊声 响彻云霄 因为在礼拜二这一天 也是上班上课的时间 很多家长特地请假 带着孩子一同前来 也看到来自于不同县市的人 包括了年轻人 他们手持的标语目光坚定 他们希望的无非是为下一代的争取一个更公平的未来 对于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的那种信心跟勇气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 这样的一个世界 也当然促成了或者催化了当时的党外运动 以及许许多多的消费运动 以街头风起营涌 谢谢 加油 加油 从哪里来的 你为何来的 对于都 吉兰哦 哦 是 好早的来 今天就有浪费的 阿虎山下都有澡 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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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上厕所 要喝水 好 大家加油 一起加油 谢谢 来 喊一下台湾加油 好不好 来 台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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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团结 好不好 好 没有民主 没有民主 没有讨论 来 再一次 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不是民主 退回法案 退回法案 实质审查 实质审查 我藐视国会 我藐视 我藐视 蓝白黑箱 我藐视 蓝白黑箱 大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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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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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来来 为何来来 苗栗 苗栗 苗栗哦 哦 这边有十个管器串联的 没有苗栗呢 哦 苗栗国也来了 大家加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讲话比较直一点 不好意思 大家加油 这边有年轻朋友 加油 你为何来 加油 你为何来 你为何来 新店 新店哦 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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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姜天妈妈相同 台中 台中哦 台中 台中 你说一开车 还是坐高天 坐高天 自己买票来 自己买票 当然啊 自信买票啦 不然又想给你付钱 对吗 我所有自己买票 谢谢 谢谢 佳客 还有来 假改革争戴权 选对的人 走对的路 选错的人 青岛动路 谢谢你的标语 你是上班族嗎?還是學生? 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不用教孩子嗎? 國中 國中,好名好名 你呢? 上班族 老闆今天準假嗎? 準假,準假,準假 好,老闆都準假 從哪裡來? 三重 你說新北 新北 是,都退休了嗎? 孩子應該很大 小孩沒有來嗎? 沒有,上班 上班? 孫子呢? 沒有 孫子可能一幾天來不知 孫子都來 現在孫子來 阿公阿嬤都出來了 既然 既然 我們是全台灣同樂會 這裡有孫子 那是哪裡? 小君 我是小君姐 我是台中人 我秒釋國會 我看到你了 不要衝 不要衝 你們做這個標語 太有創意了 高雄 高雄來了 有高雄 我們給他鼓掌一下好不好 高雄 高雄來 真的 那你會做他 你以前 必須走上街頭 現在還要走上街頭 真的 沒關係 因為當年是半分鐘 現在三分鐘 也要站出來 對嗎 是 那你會做 也是台中來的 台中 都台中的 對 台中的 旁邊有書 有些四周 你們知道嗎 我剛才 UberEats一直送來 你看 麻麻的 麻麻的物資跟水 記得要上廁所要喝水喔 好不好 這麼多年輕人 同學 你是上班族還是學生 學生 學生喔 你多大 大三 大三喔 OK 那今天過來 你知道現在的進度嗎 怎麼辦呢 努力啊 努力打回去了 打回去喔 OK 好 謝謝 台中公民對不對 謝謝你們 即使民眾的力量 一次一次的展現 從5月17號開始 公民團體連續第四次 在立法院集結 他們冒雨集會 強調這是一場公民自主行動 不受任何政黨操控 在我們從近南路要往青島東路現場裡頭 沿途沿途有非常多的熱心民眾 比如說我手中 他們發給我這個 這個可以輕輕喉嚨的 有人手上就給你這麼一包 那還有人做這個非常創意的這個 這個黃色小鴨 這個阿伯伯給我的 一個國會改革激發了來自於不同領域 不同年齡層都站出來 那麼很有意思在這個旁邊 進行還有一個罷免立法會員的進行投票 同學這個地方是可以投票的是不是 即使是不分區也是 對 因為就是一個表達民怨訴求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哇 黃國昌 羅庭偉 許巧鑫 喔 我看 喔 傅崑崎 喔 這四個人看起來 喔 你貼誰 貼傅崑崎 傅崑崎 是區域的喔 發動的話是有可能會成功的喔 謝國良也不少韓國瑜 還有呢 OK 這幾個看起來還不錯齁 哇 後面還有是 對 這已經被貼滿了 對 喔原來從一大島現在貼哪 貼得滿滿的 對 來來來 所以有拍到這麼清楚齁 來 來 青島罷免公投 OK 這是小學生投票 我們平臉投票 對 裡面的人沒有臉 我們這裡的人很有臉 有面子 那你再講一次來 裡面的人沒有臉 他們不敢面對 我們敢面對 我們用公民的聲音來 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是平臉投票 平臉投票 好 OK 有創意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執行長張宏林 他在舞台當中還正被高呼 駁斥外籍的質疑 強調這一場行動的自主性跟正當性 這個是國民軍不舒服 到底不能走路的時候 然後 各位所有小君超安Plus的觀眾朋友 我是小君姐 此時此刻在群仙樓旁邊 靠近在台北市濟南路一段這個地方 其實我的左邊是聯合辦公大樓 這是一個公家機關 分佈好幾層樓 有幾乎將近一千人的公務人員 就在這個裡面辦公 不過 但是在右邊的群仙樓進去 就是我們的國會最高的立法機構 是立法院 而在進入在528 青鳥行動 邁入到今天最關鍵性一天的同時 小君姐剛剛從青島東路 轉到了鎮江街 一直到中山南路 轉到濟南路 今天的現場 今天竹舞場讓我剛剛從前面 一直進入到這個竹舞台 我用我的手機拍攝 我組組拍攝了三分鐘 三分鐘 那這個三分鐘 你看到今天從一大早到現在 他的隊伍綿延的速度 集結的人數 是速度有多快就有多快 今天在全台灣有15個縣市都下起的 康陀大雨 在雙北 今天一大早更是如此 而在今天 我們在今天轉播的過程裡頭 一度因為受到大雨影響有斷訊 但所幸 老天爺非常的幫忙 在立法院進入關鍵性的三讀 那剛剛我們知道說 這一次要行使三讀裡頭 令大家非常疑慮 就是有立法委員的擴權 這個擴權裡頭 事實上危害 危害我們的憲政體制 我相信台灣是一個民主包容的國家 民主包容國家 我們的每一步都是希望國家可以更進步 而民主得來不易 但是身為立法機關 為什麼會將國會來擴權 這擴權的結果呢 侵犯到我們的行政權 司法權跟監察權 甚至你深入了解這個條文呢 更侵犯的是我們未來的人民的權利 那今天在77條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當中 目前呢下午呢還要針對11條 還沒有進行二讀的部分 可是2014年那個時候呢 福茂協議闖關通過半分鐘 引起國內外 尤其當時的一群學生的嘩然 現在呢每一條條文都攸關你我的權益 不只是官員的權益藐視國會 更攸關我們的權益 更攸關的是在台灣這塊土地的外資 任何企業團體甚至部隊 理我的權益 但是國會擴權的結果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小軍姐跟大家報告 現在報告 立法院的最新進度 還有11條在下午 幾有可能快速闖關三讀 而現在的公民團體呢 在我們現在主舞台 濟南路這個地方呢 從早上到現在 那集結的民眾越來越多 他們輪班上去 一堂一堂都是告訴大家 這一堂的民主課程 我們人民應該怎麼去休息 但是我想在街頭這個民主殿堂裡頭 從我現在我現在往後慢慢 你所看到的 你所看到的今天是在星期二 很多人還是選擇了 選擇了請假 他們沒有上班沒有上課請假來到這裡 我相信不是深遠民進黨 是深遠我們的民主 深遠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國家裡頭 應該享有的基本的權益 而公民團體呢 他其實告訴大家的是 未來我們人民 我們怎麼去反制一個國會擴權 危害我們的憲政體制的問題呢 當然除了複議之外 未來行政院可能會提出複議 但是複議一旦失敗呢 這裡頭包括了釋憲 友情這個大法官來進行釋憲 我稍後會跟郭忍寶介紹的是 事實上你如果翻開立馬院的職權行使法 在調閱權方面 裡面的條文有針對調閱權 但是明文規定只有調閱文件的權利 但絕對不是調查權 而不是逾越的司法權 更不是逾越的監察權 沒有討論 沒有 我們再聽一下現場的聲音 不是民主 不是民主 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不是民主 的確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我說台灣是一個民主包容的國家 任何 任何在立法院 我們不管是立法或修法的過程裡頭 事實上在委員會 委員會是非常重要關鍵的 在委員會裡頭 我們可以針對每一個條文 逐條逐條來充分討論 逐條逐條來審查 每一個委員甚至各個黨派之間 有不同的版本 我們可以並按審查 這個就是一個程序正義 但是非常的遺憾的 過去這段時間 攸關到國會的破權 立法職權的部分 沒有辦法充分討論 直接送出了委員會 而在二讀的時候呢 更是在進行表決之前 沒有記名投票 進行舉手的表決 兩分鐘之前才拿到版本 委員怎麼可能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瞭解整個版本的一個內容呢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急 到底急什麼 有人說 這就是國會改革啊 觀眾朋友 這兩天 你如果看到小軍超Nplus 你看到 來自於中研院的學者 吳瑞仁老師告訴我們 吳瑞仁老師告訴我們 這不是國會改革 這是國會政變 不是國會改革 是國會政變 要搗亂你整個國家體制 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傅崑奇曾經說過 要讓民進黨的官員 沒有人敢做民進黨 執政底下的官員 為什麼 藐視國會罪 當你在陳述的過程裡 被國會認定 是虛偽陳述 你可能會被拘捕 你可能會被判 刑法 一年以下刑責 還會被罰還 不只是官員 還包括你我 是法人跟外資 包括部隊等等 所以這樣的法 怎麼可以不經過充分討論呢 當然 當然 在我們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當中 事實上立法委員 只有調閱資料的責任 他沒有調查權 很多人都說 民進黨當年的時候 不是曾經有所謂的 在2004年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嗎 現在是黃華在舞台上跟大家致詞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民主前輩的致詞 好嗎 我們先聽聽看民主前輩的致詞 黃華先生 烏爾巴的青鳥行動 不僅吸引了公民團體的參加 多個小黨 像是社民黨 綠黨 小歐盟 通通都共同集結 他們認為將全力支持這項行動 各位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剛剛看到是民主大佬黃華先生 他儘管步履滿山 他還是勉強 他主著他自己非常虛弱的身體 站上了舞台 告訴大家 今天他為什麼要站出來 而今天在現場 天氣微微的涼 所以如果您從不同的地方 來到不管是近南路的主舞台 還是在青島東路另外一個現場 可能要多加一點點薄薄的襯衫 現場宣布 在今天中午 人數來到了5000人 而且目前在現場所看到的是 不管是在17號 21號 24號 年輕人 召喚出來 站出來了 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而在今天 更多 長者 站出來了 沒有討論 至少在近南路我們所看到的榮原裡頭 有非常非常多的長者站出來了 而在現場當中 我剛剛跟您講的是 活潰擴權 在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裡頭 77條條文當中 在下午還有11條 還有11條 過去的半分鐘引發爭議 而在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當中 每一個人只發言三分鐘 直接進入表決大戰 你覺得 這樣的一個立法品質 這樣的不符合程序正義 人民可以接受嗎 這是為什麼 人民的聲音 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你自己的方式 具體的表達 這個時候我們為這個國家 我們希望我們一個正常的國會 我們希望國會不要沒收民主 你我可以做什麼 把真正屬於民主的這一堂課 我們聲音傳出去 行政變如果要提複議 而未來可能要提出示現的同時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示現 因為 因為這一次國會擴權當中 有一個非常關鍵性的事 2004年當時319所發生的槍擊案裡頭 那個時候呢 在國慶主導之下 曾經成立一個叫做319槍擊案的 真相調查委員會 真相調查 現場正在宣布什麼呢 宣布什麼 你可以打電話給你的選區立法委員 你問他 委員我想請教 我會被你叫立法院質詢嗎 問問你的選區的立委 或者是你可以跨區打電話到立委的辦公室 一通沒有打通 兩通繼續打 問問立法委員 請問立委 我可以 我會被你叫立法院去質詢嗎 這人民要表達我們自己的心聲 而我們也知道說 上次小軍姐曾經告訴你 反制的方法 除了複議 除了釋憲之外 當然就是罷免 或者是公投了 可是呢 在金明聯 所有的公民團體當中 認為在往後台灣 應該要加強第五項跟第六項的反制措施 怎麼樣去監督立法院的總招 怎麼樣去加強民主防衛機制 你看到現在的藍白立法委員幾乎失控了 拼命往前衝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約束他們 所以未來民主防制的約束能力 這方面其實是要加強的 而其次呢 我這個地方也要跟官任何報告 透過了黃天佑 天佑在我們的攝影裡頭 所拍攝到在現場的容演裡頭 他們集結到這裡 當然要表達自己的聲音之外呢 很清楚很清楚 從五月二十四號 小軍超文plus單單一天當中 我們流量破了一百萬 在這個地方上 全國的官任何進行報告 五二四 五二四我們的直播現場到現在相關的影片 您知道嗎 已經 已經 已經達到將近兩百萬的流量 這個高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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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的是 大家共同關心我們的國會 所以從今天開始也希望 把你所認識的國會 傳達出給你的親朋好友 告訴你的朋友 也告訴你自己 在此時此刻 捍衛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 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 好 我們現場繼續回到主舞台 等一下 小軍姐帶你到青島東路的現場 好嗎 我們回到主舞台 也非常謝謝 在現場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今天我們持續奮戰 到晚上十二點鐘是免不了的 大家肩并肩一起加油 而在抗議行動當中呢 因為5月24號曾經有高達10萬人 而今天來自於四面八的民眾 再次集結 共同為國會改革來發聲 即使五二八青鳥行動 在全台灣有15個縣市同步響應 在今天最新消息 包括了花蓮跟澎湖也都加入了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至少有17個縣市 同步在進行串聯 在進行聲援 而台北廠設在濟南路的主舞台 青島東路則是第二個舞台 小軍 沒有任何字 藍白拖 叛國 通共穿共 抓起來 嚴懲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欸沒有我還在工作 我是那個外商公司的經理 我是那個台大的研究生 是是是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你是我台大的學長欸 欸 我不知道你台大 其實我現在還在念 我在值班的 我土木系的 我土木系的 就我是做工程 OK 我EMBA OK 來來你這個裝扮非常可愛 來你帶著來 帶著來讓觀眾朋友娛樂一下 因為大家壓力太大了 對這個蠻有趣的 來告訴我們一下 你現在對整個事件的了解到什麼程度 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 欸這個事件齁 我一直有追蹤 那因為藍白兩黨齁 現在齁 他用一個手法就是 好像看似合法 你仔細細看好像合規 沒有錯 但是呢 大家如果至於看這個條文的話 其實他都在插邊球 他都在插邊球 讓這些法過去 特別是這個 國民黨這個立委 到了中國大陸會見了北京之後 這個時間點實在是太巧合了 那另外一點是 我自己本身是在中國大陸工作過好幾年的人 所以我知道他們整個的 他們這種策略 我是做交通工程的 那麼他的這個三大交通法案啊 他要花兩兆這麼多錢 其實中共以前就有在講一個窮台困台的策略 我就讓你的錢都花在這裡 我就讓你都花在這裡 你就國防什麼預算都不給你過 所以齁 我今天站出來是看到台灣 我們現在因為草小野大這種困境 是對我們人民有一點不利的一個狀況 對 他們只是些尾的多數 不是多數好嗎 大家一定要嫉妒 他是些尾 然後擺的居然他是一面倒 這個讓當時投他的這個小草 還有老草 真的是蠻失望的 對我想如果再投一次的話 他們肯定完蛋 可是台灣的現象體制 我們又不能這麼做 所以只好用公民的力量起來 那我今天的這個裝扮最主要是 其實我有發現說 如果你有裝扮的話 會一個人比三個人以上 因為很多人會注意到你 我前幾天來我覺得我是一個人 可是我今天我覺得我是三個人 對就這個意思 就人家會注意到你的意象 因為我也在念政大傳播系 所以這個在傳播學來講 符號學他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謝謝你大哥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你加油繼續傳播你的聲音 讓更多人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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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看 小君團Plus繼續看 是是是 沒錯沒錯沒錯 看著我 明居正 是是是 果然是我們中時頻道的觀眾 還有中國大陸那邊的 他很多人的節目我都有聽 是是是 因為我在中國待過 而且我是他的鐵路工程師 我直接跟黨一起工作 因為他們那種國營企業就是黨的企業 後來我就知道 他那一套的思想體制是不一樣的 是你等我一下 我做個收尾 我要跟你加個line 國人朋友大哥的所言 發人深省 他已曾經在中國經商 來看看現在的一個態勢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國人朋友 好好認識現在國會所面臨的一個狀況 如果如果這是一個非常純密性有計劃性要破壞台灣 那我說是不是國會改革 是形成一個國會的一個政變 他在吞噬台灣的民主同時 在吞噬台灣的經濟 吞噬台灣的裁員 吞噬台灣人民的每一分 在這個地方我們過去所扎根的任何的能量 都極有可能會被吞噬 那怎麼辦呢 現在靠看民進黨在裡面進行努力嘛 不夠 剛剛大哥特別提到是51席 事實上51席輸了國民黨的52席 但是就在2024年1月13日 所投票出來的國會 真正最大黨其實不是國民黨 真正選票最多其實是來自於民進黨 我相信此時此刻來這個地方 不是聲援民進黨 是聲援我們的國家 聲援我們的家園 不是聲援我們自己 是聲援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機制 可以在下一代繼續綿延下去 而怎麼去守護他們呢 站出來表達聲音 讓更多人聽到 好 我們把現場再鑽回主舞台 身為台灣人 我很驕傲 一切的一切 一幕的一幕 都讓我們看到未來的希望 無論是雨天還是晴天 這些堅守在立法院外的民眾 用行動詮釋了民主的真諦 他們相信透過了努力不懈的大家 每一份子 必能夠喚起更多人的關注 讓國會重視民意 實現真正的民主改革 而528的青鳥行動 這一場公民自主的運動當中 也必將在台灣的民主史上 留下光輝的一夜 所有的國人朋友 今天528青鳥行動 繼續在台北市登場 雖然這是在立法院 雖然在立法院 不管是近南路 嗨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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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大家加油 加油一起加油 是是是 部分年齡層 年輕人來了 張哲也來了 在青島東路 在近南路 在中山南路包圍的立法院 依然擊爆滿滿的民眾 從517521 一直到524到528的今天 528相形是關鍵的 身為台灣的一份子 只要你願意站出來 只要你願意了解 現在國會在做什麼 我們的民主的能量 我們民主的能量呢 可以繼續往前走的 民主會在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更重要的是要透過討論的機制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我們希望國會可以回歸民主 剛剛小軍姐特別強調的是 其實在2004年319槍擊案的時候 曾經在國民黨跟親民黨主導之下 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可是那個時候 民進黨提出示現的結果呢 因為是在2004年的3月19號 發生槍擊案件 國民黨那時候連送認為 因為槍擊案件呢 有政治力操作 所以影響了大選 於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成立了真相調查委員會 但是民進黨在2004年的8月24號 他們提出的示現 後來在年底的2004年的12月15號 根據585的示現當中 認定的是真相調查委員會是違憲的 這是逾越的立法院的職權 認定是違憲的 所以現在如果在20年前都認定 立法委員 立法院擁有調查逾越的刑法 所賦予的權利或司法 這是逾越立法院應有的職權 20年後為什麼還要捲土重來 這是在做什麼 這是在說什麼 還說民進黨當時是主導 什麼調查委員會 民進黨在2004年 他是提出示現 那示現已經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呢 觀眾朋友 做一個 做有一個可以明辨是非的怨聽人 不管您身處在何方 你在校園 你在上班 你已經是退休了 關心我們的國家 民主深化裡頭 希望大家來努力 謝謝大家一起加油 民主從來不是從天而降 絕對不是理所當然 是要靠每個人一起去爭取的 好我們繼續來看 在不管在青島東路 或者是在濟南路的主舞台 現在的最新畫面 每一滴雨水都象徵著民眾的希望 與堅持 這一場雨中行動 彰顯了台灣人民對民主的熱愛 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在這條路上 我們相信 他們 將永遠不會無擔 好 謝謝大家